南瓜籽对女生的贫尿一样有帮助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个神秘营养素 效果超好 可有效延缓泌尿系统老化 与改善贫尿及尿尿失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洪永祥医师 欢迎来到圣保斯的圣章节 一起保护圣脏最快乐 让我们来看一个超级尴尬的案例 我认识的一个护理师 他跟我说 他的妈妈今年65岁 只有轻微的糖尿病 个性平常非常活泼 朋友很多 年轻的时候 超喜欢四处旅游 可是最近一年不知怎么原因 突然心情很郁闷 整天窝在家里 很多活动都很少参加 谁都约不出去 农历年 全家一起去日月谈玩 女儿发现妈妈要求不要走高速公路 因为她几乎一个小时就要要求上一次厕所 第二天 搭日月谈缆车 排队很多人 明明妈妈在排队前上过厕所 后来妈妈自己描述 一上了缆车后 一下子震动 她就马上有尿液 越想越憋不住 她尽量转移注意力 不要想尿尿这件事 但正正尿液袭来 结果染车开不到一半 就尿了出来 染车上还有其他的外人 真的是超级尴尬 下了染车 女儿就赶快陪她去买成人纸尿裤 那次过后 女儿才恍然大悟 妈妈这一年来 她经常在妈妈的附近闻到一股尿骚味 还不敢外出 是因为妈妈常憋不到厕所就湿尽 她根本不想穿纸尿裤 当然就不敢外出社交旅游 她后来带妈妈去就医 诊断是膀胱过动症 不需要手术 口服药物控制即可 经过了药物控制 症状改善 但妈妈因为吃了药物之后 有些口干舌燥 副作用太大 她又把药物停掉 结果那个尿沙味又跑出来 女儿也不知道怎么试好 就挂了我们诊 女儿常说看男生贫尿 社会性肥大都会吃南瓜籽 那女生贫尿到底要吃什么 我说因为早期症状明显 药物还是要吃 只要正确保养泌尿系统 还是有机会可以停药 泌尿系统跟其他人体系统一样会老化 必须做正确的运动以补充正确的营养素 来保养泌尿系统 南瓜籽对女生的贫尿 一样有帮助 研究文献与临床经验发现 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个神秘营养素 效果超好 可有效延缓泌尿系统老化 与改善贫尿急尿尿失禁 妈妈每天非常认真的做凯格尔运动 加上摄取泌尿道相关的一些营养素 三个月之后就把药物停掉了 而且恢复了正常的社交生活 记得我还是年轻腎脏科主治医师的时候 每次胃教上了年纪的圣友 要多喝水 老是失败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多喝水 等我渐渐滋生之后终于明白 上了年纪的长辈们 超过两成 因为泌尿系统的神经与肌肉的退化 有非常高的比例 会困扰于急尿 贫尿 液尿 跟急迫性的尿失禁 过动膀胱的四大症状 除非非常严重 通常他们也不会跟医师提起 长久下来 不但造成社交的退缩 不敢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 也因此不大敢喝水 更造成了泌尿道感染 肾结石 代谢老化 而大幅的影响了肾功能 贫尿 急尿 尿失禁 都是可以控制良好的泌尿道症状 切莫害羞 不敢就医 这一集内容 提供不同族群的贫尿 急尿 尿失禁 可搭配不同的营养素 坚持下去 男女都可以有效改善 膀胱过动症的生活品质 超实用内容 一定要从头到尾看完 并且分享给你最爱的家人跟朋友 让他们建立健康的互胜概念 录制这些影片花掉我非常多的时间 影片开始前请大家记得帮我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 台湾的流行病学的研究 16%到18%的成人有膀胱过动的症状 男女皆会发生 停经后的女生比例较高 主要与年龄老化有关 60岁以上人口罹患膀胱过动症的人高达28.2% 另外 像糖尿病肥胖重复性泌尿道感染 男性的社护腺肥大 女性的多产妇 骨盆松弛 膀胱 子宫脱垂者 也比较容易有膀胱过动症 可是只有13%的病患曾经主动就医 膀胱过动症对生活品质的冲击影响非常大 大幅社交退化 也会造成慢性肾衰竭 不可不当一回事 膀胱过动症并不是膀胱无力 而是膀胱太有力 不正常用力 成因是膀胱在储存尿液的过程中 在膀胱小便还没有很胀 只有一点点的时候 竟然刺激膀胱的逼尿肌 产生无法抑制的收缩所致 通常跟老化神经功能出问题 或过度的敏感 与慢性感染与发炎相关 膀胱过动症有四大症状 极尿贫尿夜尿 极尿性的尿湿劲 极尿是指病患通常有一种说来就来 很突然很强烈需要马上上厕所的解尿的感觉 怎么转移注意力都转移不掉 平尿的定义是指每天24小时排尿次数超过8次 就是平尿 而夜尿是指半夜会因为尿急感而中断睡眠 起来上厕所 晚上起床上厕所零到一次正常 一次以上就是夜间平尿 而急迫性的尿湿劲 则是对于急尿感无法控制 而在尚未达到厕所前就漏尿 憋了半天明明快到厕所了却功亏一篑在厕所门口还没有脱裤子就尿了出来 套一句棒球的术语就是被刺杀在本垒之前 大部分的膀胱过动症还是因为老化所引起 排尿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肌肉生理控制的过程 因为过程太复杂必须非常精细的控制 老化的神经肌肉功能往往无法升任 当然就出现急尿、贫尿、夜尿跟急迫性的尿湿劲四大症状 当然还是要先把泌尿道感染、泌尿道结石、肿瘤 子宫膀胀脱垂、糖尿病、尿崩症等先排除 膀胱过动症的治疗药物主要还是一个抗胆碱药物 能够抑制膀胱的B尿肌不自主的收缩 但使用上可能会产生口干舌燥、视力模糊、减缓、肠胃道蠕动、便秘等的副作用 因而降低病患自动服药的意愿 进而影响治疗的效果 目前膀胱过动症的药物比以前的副作用少 而且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少 可以长期服用 除服药外 骨盆底、电刺基、筋皮电刺基跟间锥神经的电刺基 跟膀胱肉毒感菌的注射 膀胱玻尿酸、冠药、手术等都是有帮助的 病人接受三个月的治疗之后可以尝试停药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症状会复发需要长期服药 这些病人一般而言是比较严重的 或是年纪较大的膀胱过动症的患者 预防重瘾治疗 我们常说年轻时候要存骨本 老了才不会骨质疏松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保存我们的膀胱本 让我们的老的时候还是有强健的下水道 1.不要接触会导致贫尿的食物 切记切记不要喝任何冰开水冰饮料 避免接触刺激性的食物 像酒精、汽水、咖啡跟辛辣的食物等 另外也要避免高糖分的精致食物 像蜂蜜、巧克力、糖浆等 因为过胖也会增加膀胱过动症的症状 2.每天正确持续的凯格尔运动 凯格尔运动又称骨盆底肌运动 其运动的宗旨是透过骨盆底肌的伸展和收缩来增强肌肉的脏力 来协助减缓产后妇女的尿失禁跟子宫脱垂等问题 后来发现对男女的贫尿、痔瘡、性功能等都有帮助 先去买一个瑜伽垫 找一个平坦的地方躺下 弯曲你的膝盖 并且把脚平放在地上 并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 垫脚间缓慢的提缸 缩紧骨盆底肌群 收缩肌肉时 注意不要紧绷臀部或大腿肌肉 维持这个姿势10秒 再慢慢的放松回到初始状态 放松休息10秒 并重复以上的动作 总共重复10到15次 3.南瓜籽该如何正确搭配效果更好 南瓜籽的保健功效十分多样 有丰富的纤维质、矿物质、美跟心 可有助于舒缓、膀胱过动的问题 此外 南瓜籽富含植物固存跟木分素 两者合并可以帮助骨盆底肌肉的增加 对于改善贫尿可说是非常有帮助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常用的南瓜籽 如果加上什么样的神秘营养素效果会更好 这神秘的营养素就是大豆义黄酮 我们来看2001年跟2003年 这两篇使用南瓜籽加上大豆义黄酮 来对于贫尿尿失禁的研究 这两篇文献研究结论可归纳如下 60%在短短两周后 80%在6周后 可明显减少白天的贫尿 减少夜间的贫尿 减少尿失禁 改善睡眠的满意度 提高生活品质 尤其是对于停经后的妇女 6周后 尿失禁的次数就少了80% 这可理解的是 本来女性荷尔蒙就是女生的护国神山 女性长辈们在停经后 各式各样的生理功能 包含泌尿系统的排尿功能 都会快速的老化 大豆义黄酮就是一个天然雌激素 这个补充对停经后的妇女 本来就很多生理功能都有帮助 除了南瓜籽外 可搭配大豆义黄酮 短期内就可以非常有效 补充雌激素 短期内就可以非常有效的 控制贫尿急尿的症状 补充天然雌激素 对男性摄护腺癌 摄护腺肥大 一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南瓜籽加上大豆义黄酮 这完美的保养泌尿道的搭配 提供给需要的朋友参考 当然可以选择自己制作天然的南瓜籽 并每天摄取个50公克左右 加上一天一杯的无糖豆浆 或吃一些板豆腐来补充大豆义黄酮 因为每天要吃 若嫌太麻烦 还是可以选择 市售安全品质的南瓜籽 加上大豆义黄酮的产品 也是一个方便的方法 另外 茄红素 针对高龄老化导致的退化 效果特别好 若长辈们年纪很老 可在食物中多摄取天然的抗氧化剂 在中多的植化素当中 抗氧化剂中最多文献研究对于 贫尿尿失尽有帮助的就是茄红素 如果是因为年纪老化 可在食物中多摄取大大小小的番茄 茄红素是一种天然的胡萝卜素 脂溶性天然抗氧化剂 在过去十年来 茄红素不断被证明 对于一些抗老的效果 能降低癌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更常使用于抗摄护腺肥大 泌尿道发炎 甚至癌病变的保健食材 另外 心对于男女慢性长期 泌尿道感染导致的贫尿 非常有效 人体的摄护腺含心高于其他的组织 有研究发现 摄护腺肥大的患者 摄护腺组织含心量低于正常人 另有研究指出 心可以缓解下密尿道的不适症状 摄取足量的心 对摄护腺肥大与摄护腺癌均有注意 很多人都以为 心只是对男生贫尿有帮助 研究发现 对男女的贫尿失尽也有非常多的文献 尤其男生因为感染的慢性摄护腺炎 与女生的重复性泌尿道感染 导致的这个搭配高薪食物非常有帮助 常见高薪食物的排行榜如下 生蚝、小麦胚芽、牡蛎、红蟳、南瓜籽等 没错 只要补充南瓜籽 也可以补到很多的心哦 常常跟心一起被提及的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微量元素C 尤其是糖尿病 导致的相关贫尿 特别可以加上锡 锡是人体必要的微量元素 人体无法自行合成锡 锡在人体不直接作用 而是作为氨基酸中的必要成分 辅助人体各系统的功能 以及帮助血糖代谢 具有增强免疫力 调节甲状腺功能 预防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 抗氧化的作用 内脏、肉类、海鲜、骨类都含锡 故从食物中也可以摄取到足够的锡元素 目前膀胱过动症已经有较完善的整合式的一个治疗 病患不需要默默隐忍甚至足不出户 而严重影响生活品质 建议40岁要开始多多补充保护泌尿系统的营养素 来保养你泌尿系统 若真的有症状 就要记得要就医治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 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排尿顺畅 谢谢大家